好,下面我们继续 我们下面来介绍CodingS的metrics 那么CodingS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DNS存在 整个集群必谈 对吧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CodingS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CodingS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非常的 就是如果说拿它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比较经典的 我搜一下 CodingS 好,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它自己去设置了一些 相应的这个Batch周期和 Batch超市时间 你可以自己设 你设的呢,你优先 那么如果你没有设 用全局的 OK,然后呢 我还查了这个 这个Timestamp这个参数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参数就是荣誉的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尊重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想想啊 你Batch数据的时候 其实那边会给你时间 那边可能会给你时间 你解释是吧 然后呢 你入库的时候 也有一个时间 正常情况下呢 ProMetius呢 是以入库时间 他自己入库的时间 他自己算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说对方提供了时间 我要尊重对方的时间 就是说 我以他的时间为准 往数据库里面去写 可以理解释是吧 那么CodingS呢 要提供时间 就是说呢 我要尊重他给我提供的时间 我以他的时间为准 那么我往数据库里面去写 你解释是吧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很多指标 他不提供时间 你解释是吧 很多指标 他不提供时间 那一般情况下 ProMetius 都会以自己的时间为准 往里面去写 我觉得我 我什么时候写呢 我就算什么时候 可以理解吧 但是有些呢 指标呢 他会提供时间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默认是不尊重你的时间的 就是我不管你的 当然呢 这个地方CodingS呢 我尊重你的时间 你提供的时间 我认你 可以理解啊 好 下面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会儿会改CodingS 会改 那么这是一会儿 我会改的CodingS 那么你如果说 希望 请注意 这个地方是唯一的变化 相当于我们 我们KBiOS的DevOps 是不是也讲过 CodingS的部署 对吧 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的三个字段 增加了一个 就是我是谁 我的metrics 当然你不写也行 其实默认就是metrics 但是你不应该讲究点吧 对吧 然后呢 我提供的端口号 在什么样的地方 OK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加的三个 你记住 这是加的三个 加的这三个东西 是吧 那好 我们怎么扒 就特别简单了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直接去扒 你看这个注释吧 注释吧 是吧 然后注释里面去写的 Promesiosio这个 正好 CodingS 要了 Keep 没有问题吧 OK 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 其实这个分割服务 你不用去管它 其实默认就是这个分割服务 你把它干掉都可以 然后这个匹配 这个你也不用管 其实 其实就是直接完成匹配嘛 相当于就是说 只要它是CodingS 我要了 没毛病吗 这个特别好讲 第一个就是找到 POD POD里面 POD里面 它的注释 有这么一个字段的 而且等于CodingS 要了 就要它 OK 这是一个 我要它 然后紧接着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提取它的这个 IoPath 就成为我们的Metric Metric 有时候呢 你这填的路径是多少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多少 你见吗 OK 你这填的Metrics 那么也就成为我的Metric Path 然后呢 也就会在这出现 当然 其实呢 其实默认也是它 你这不写 然后呢 不要这句话 其实也没有问题 是吧 因为默认就是Metrics 其实默认Metrics的话 你都不用去管它 你见识吧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端口号 还有呢 一个就是端口号 你要知道啊 正常找出来的端口号 应该是Cordiness 应该是它的UDP的一些端口号 是吧 Diness端口号嘛 所以说 我们要替换一下 你看 它的端口号是9153 看到了吗 9153 好 我们又来练习一下 咱们又来练习一下 对 我这个原始的 原始的我找不着了 我给你假设一下 比如原始的就是 17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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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6.17.16.16 106.16.16.14.17 比如说 53嘛 就假设这个意思啊 就是它的这个原始的 这个原始的address OK 原始的address 那好 这就是它的原始 你看它两个 一个是address 我这样 我把它这么写 这是address 是吧 又有一个我们分号 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就是它的这个 后面就是这个 它的端口号 IO port 就是这个IO port IO port的9153 是吧 那么就是9153 address和这个IO 我应该叫IO port 就这么写了 然后呢 这是9153 好 可以理解 理解 理解吗 这个address 它提出这个端口号 肯定不是9153 然后IO port 不就是这个地方的 IO port吗 是吧 没问题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感受一下 它这个正在表现 正在表现 就是昨天用过 非 非 冒号 其实也就是把IPD 给整出来了 加 是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我昨天严重说过 这是 匹配来不要的 G-D 加 网号 然后 -D 加 好 你看一下 是这个东西 首先你感受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一个 这个百分号一 没有悬念吧 不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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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悬念吧 Done一定是这个东西 问题吧 172.16.202.106 问题吧 这个 这个没问题 这个 非 非 非冒号吗 这非冒号就是前面这一堆东西吗 是吧 好 然后这一片 请注意啊 这个格式是 是这么带的 这个和这个阔号是一起的 表示 匹配 但匹配但是不要 不算 匹配但是不要 那这一片 其实没有悬念 其实正好就匹配这个53 你看 后面不是一个 这个 这个分号吗 这有一个分号 前面这就是非 非这个 冒号 是吧 那你看 你这有冒号 这没有悬念 这肯定是匹配这个53 53匹配不要 是吧 然后后面 这个是一个 整数 很明显 这个 这个百分号 这个 Done2 肯定是 99153 对吧 没毛病吗 然后你看 他要把它 以前的address是 以前的address是这个吧 现在要把这个 target就是要 替换这个原来的address的内容 以前address长这个 是吧 现在新的address长什么呢 现在新的address就是 你看 他比上 冒号 Done2 那不就是 172.16.202.106.9153吗 是吧 好说吧 就相当于 我发现了之后 那么你填什么样的端口号 那我就给你补上 相应的端口号吗 我用你的metric 我用你的端口号 但地址呢 还是我发现的吧 对吧 你地址随便换 都没问题 然后是 你看 这个hddp嘛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就自动的发现了 这个 coding s 这个我觉得略微经典一些 因为首先 找到一个pot 然后呢 首先 你要 只要是coding s的 对吧 体配coding s 我就留下来了 然后呢 你有metric 那么我也 我也从里面提取了你的metric 对吧 你给我端口号 我也拼接了你的端口号 都是你说的 对吧 你说 相当于说 你是coding s 说你要被我干 是吧 然后你说 你的路径 你在哪儿 你有给我了 说端口号在哪儿 你完全是理应的 就说 你第一个 这个所谓的 coding s 说我是coding s 来吧 然后我告诉你啊 那么 我的这个路径是多少 你来啊 然后呢 我告诉你 端口号多少 你来啊 对吧 就啥 你告诉我的嘛 所以说呢 只要你是coding s 只要你补上这句话 那 Permit休斯就来了 它会自动找到你 然后自动把你的数据 给你去找 OK 同样的 这有coding s的相应的指标 包含 我记得好像有些什么 有多少缓存 撞到多少缓存呢 比如说你看 coding s的缓存 被heat的次数 缓存被miss的这个次数 缓存的大小等等 这些指标 都可以被Permit休斯 给提取到 OK